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预计六月底开工将建设住宅四千一百九十四套 故宫古浪宇外国文物馆五月十三号正式开馆 故宫博物院紫禁书院同时落户古浪宇 我是房地产市场联合执法第一阶段结束 六十家中介和企业被查处 我是收到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的第十批新房间 该批十六件新房间均在第一时间交由主办单位办理 今天是2017年的5月5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十 我们来看今天下市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经过多次现场勘察与论证 我是规划于祥安 铜安 海仓极美四个区 临近轨道站点周边各选址一处 建设保障性住房地铁社区 今天上午铜安地铁社区的一期项目 进入了轻表厂平阶段 为六月底一期工程的全面开工创造条件 上午 记者在滨海西大道西侧的铜安地铁社区 一期项目用地上看到 装载机 挖掘机 土方车等大型机械设备 正开索马力 削坡取土 回填土方 忙碌地开展清理地表和场地平整工作 根据规划 铜安地铁社区选址在祥坪街道的片区内 共分为三期建设 随着一期项目征拆工作的迅速推进 为下个月底工程的全面开建创造了条件 据了解 铜安地铁社区一期项目的总建筑面积 约为47.12万平方米 建设4194套住宅 预计在2019年底交付使用 二期和三期的建设周期同样是两年 2018年开工建设 2020年底完工 二三期项目的总投资将超过60亿元 共交付住房1.17万套 包括这个发展用地 我们现在市里面在统筹 作为整个社区的配套工件设施 一并来建设 整个一并来发挥作用 街道是美洲碰头机制 区里面是美洲碰头机制 一期的是264亩 接下来下个月马上启动二期 三期 未来建成后的铜安地铁社区 到底长什么样呢 根据规划 这里的1万多套保障性住房 主打60平米的两居室 和70平米的小三房 户型结构规整 空间方正 名除名位南北通透 依托地铁六号线洋宅站 和第三医院站 再加上现有的滨海西大道 洋宅二路 同级北路 二环南路等成熟路网 这里的居民出行将极为便利 除了交通便捷外 地铁社区还会把教育 医疗 餐饮 购物 娱乐等相关市民生活的配套设施 与主体项目同步规划 设计和实施 最终建成能满足老百姓 基本日常需求的高质量完整社区 记者了解到 我是地铁社区的建设房源 主要以申购条件相对宽松的保障性商品房为主 因此符合条件的无防护 新市民和夹心层等群众 均有买房入住的机会 本台记者报道 近日 沈阳市政府代表团来下考察 代表团由沈阳市市长江有为带队 在下考察期间 沈阳市政府代表团先后前往 我是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平台中心 软件员 自贸试验区 连前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曾错安 古浪雨等地 详细了解我市城市管理 产业转型 创新创业 自贸区建设 医疗改革 社区治理等情况 在下期间 两市还就进一步扩大交流合作 举行座谈会 厦门市市长庄稼翰出席并讲话 昨天 全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工作座谈会 在厦门召开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彭景青 出席会议并讲话 他说 这几年全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工作 注重生态 关注民生 力度最大 精度最高 成效最好 点赞最多 今年的工作 要继续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加强科技创新引领 加大农村改革力度 抓好实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查 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 进一步提高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水平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玉生 受主任陈嘉东委托 代表市人大常委会致辞 并介绍事情及农业与农村方面的基本情况 去年 我是在推行现代特色农业 观光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上下功夫 带动农民实现百姓富生态美 目前 厦门县有130多个休闲农业项目 年接待游客470万人次 与会人员还考察了 同安区厦门天岩山蔬菜合作社 白礁祠村党建与脱贫工作 军营村美丽乡村建设情况 对我是新农村建设成果表示赞赏 认为是品牌农业 生态农业 智慧农业的典范 体现了绿色发展理念 体现了厦门市委市政府抓农业工作的成效 本台记者报道 今年上午 故宫博物院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 记者在会上了解到 故宫古浪宇外国文物馆将于5月13号正式开馆 219件套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外国文物 也将在开馆首展中和公众见面 与此同时 故宫博物院的紫禁书院 也将同时落地古浪宇 为市民游客提供高水平的故宫文创产品 更广泛地传播故宫文化 去了解 故宫古浪宇外国文物馆 由厦门市政府与故宫博物院合作建设 项目选址在古浪宇旧式医院及护士学校就职 旨在以享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称的古浪宇 展示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量外国文物珍品 开馆首展将展出219件套外国文物 主要是轻工旧藏 也有部分来自民间征集或个人捐赠 文物种类涵盖漆器 陶器 瓷器 织物 绘画钟表等多个类别 分别来自英法 德日俄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其中绝大多数是首次与公众见面 在新闻发布会上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季祥表示 作为一个世界级综合类的博物馆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文物数量众多 但是展出的藏品数量还很不令人满意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要让收藏在进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 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故宫也一直在努力探索 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万多件外国文物 品类丰富 具有很高的艺术历史和科学价值 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见证 在古浪宇设立外国文物馆 既让故宫博物院大量馆藏外国文物 找到气质相宜的展览空间 为公众打开一扇了解外国历史文化的窗口 同时也能增添古浪宇的文化魅力 促进两岸文化交流 市委常委倪超表示 故宫古浪宇外国文物馆的正式开放 是一个好的开端 也是一个新的起点 接下来 厦门将不断深化与故宫博物院的合作 学习借鉴故宫博物院的成功经验 在博物馆建设 人才培养 文创开发 教育推广等方面 进行全方位的合作 将故宫古浪宇外国文物馆 打造成为传承和宣扬 中国传统文化 促进国际和海峡两岸 合作交流的独特平台 进一步丰富古浪宇的文化内涵 提升厦门的文化品味 此外 从故宫古浪宇外国文物馆开馆之日起 故宫博物院的紫禁书院 也将同时落地古浪宇 为市民游客提供生活美学文创产品 文房四宝图书等 并举办各类传播中华文明 故宫文化的高水平讲座 及学术交流活动 发挥故宫的文化优势 为一带一路的建设发展服务 在西安门舍在古浪宇 也是想把这个 使文物活起来的这个口号 能够通过食物来进行一个实现 我们可能会有相关的 比如外国文物的主题的文创产品 陆续地开发推向社会 本台记者报道 今天上午是计划生育协会 召开六届四次理事会 大会听取并审议通过了 市寄生鞋第六届常务理事会 所做的工作报告 市委副书记陈秋雄出席会议 他强调各级寄生鞋组织 要认真谋划承接落实好中央赋予寄生鞋 六项重点任务 针对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 群众对生育关怀的新需求 在农村寄生帮扶 金秋助学 寄生保险 特殊家庭帮扶等 直接涉及群众项目上精准帮扶 届时把寄生鞋建设成为 计划生育家庭的贴心人 育林群众和寄生家庭权益维护的代言人 家庭发展的助推者 会议调整增补 市计划生育协会 六届四次理事会部分理事和常务理事 选举林士林同志 为市计划生育协会 第六届理事会会长 据了解 去年 我是寄生工作持续健康发展 截至目前 全市共有寄生协会组织 1882个 寄生协会小组 8700多个 发展会员24万余人 去年全年 市区协会投入项目经费 2700多万元 105多万人次寄生群众直接受贿 今年 我是各级寄生协 将在落实全面两海政策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中 发挥生力均作用 切实加强各级寄生协会组织建设 推进流动人口寄生协会工作 进一步优化整合和提升生育关怀项目 持续推进精品工程 适应我们现在寄生政策的调整 做好宣传教育 生死健康的服务 优生优异的指导 还有寄生困难家庭的帮扶 群众的维权和流动人口的服务 有关工作 本台记者报道 欢迎回来 我是九部门联合执法 整顿房地产开发销售和中介行为的 第一阶段工作 今天结束 具体情况请夏天跟我们说一说 好的 记者从市国土房产局了解到 共有60家中介机构和企业 因检查中因涉嫌违规和无照经等行为 而受到暂停网签资格取消备案等查处 这次房地产市场联合执法整顿 从4月5号开始到5月5号结束 历时一个月 检查小组分四路 寻查了206家中介机构的总部和门店 重点对中介收费项目标准及其公示情况 营业执照办理和房源信息广告情况 房源委托机构备案服务项目从业人员 合同示范文本情况进行检查 检查发现 12家中介机构门店属无照经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已发出责令整改通知书 要求限期整改 对涉嫌在网上散布谣言 发布虚假信息的中介机构门店或自媒体 网络管理部门也要求及时整改消除影响 另外 世贸与海术等三家企业机构涉嫌违规 已被散停网签资格 正在接受进一步的调查处理 这次联合制法是国土房产局还同步开展了房地产经济机构备案检查 结果有45家机构未按要求参加检查或年检不合格被取消备案 按规定不得再从事中介活动 下一步我们这个检查将把这个检查督促对市场的这种力度 把它们按照双随机的要求进一步的常态化 将紧盯着市场的一些变化 尤其是紧盯着市场的一些问题 我们将继续的加强我们的管理和监督 本台记者报道 今天的寻找最美劳动者系列报道 我们要认识一位修表师傅张祥杰 入行至今三十年他修好了约五万只表 从最初的闹钟挂钟 一路修到最精密最复杂的瑞士自动表 经过多年的学习和实践 他成了厦门修表业的翘楚 各类故障的钟表在他手上都能够要到并除 他被誉为时间的守望者 滴答滴答 指针的转动时时萦绕在耳边 眼前这位正在修表的师傅正是张祥杰 他十四岁就接过祖传的一波 至今已在修表行业工作了三十年 一般的手表出故障 他只要看上一眼 就知道是毛病在哪里 然而要练就这样的火眼睛睛 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从会拆会洗会装到配邮 考验的不仅是修表师傅 对各种年代和国家钟表构造的熟悉程度 还需要师傅手和眼的相互配合 在这些环节中最难攻克的 当属油丝和摩摆心这两个步骤 油丝相当于手表的心脏 是手表的命脉 张祥杰经过反复拆卸仔细琢磨 很快就摸索出一套修理油丝的方法 油丝一般就是比较细的 它就是我们钟表师里面的克星 卷确力好坏 手表走起来的顺不顺 也在于油丝 钟表的构造精密 其中的零件少则有一百多个 多则有三百多个 这些不足一毫米的小零件 非常的脆弱 稍有不慎就会断裂 这就要求钟表师傅 在修表过程中要屏住呼吸 用小镊子加起零件 并且准确无误地 放在她固有的位置上 容不得一丝一毫差错 为了提高修表的效率和准确率 张祥杰不仅利用 她的小拇指长指甲来帮忙 还自己开发了独门神器 来帮助修表 一年前 有位香港的老先生找到她 修一只古董怀表 这只表的纸针坏了 配件也老化腐蚀 她花了四个月的时间 手工打磨了几个 肉眼几乎看不见的配件汗上去 救活了这只古董怀表 早期的表 它大部分都停产 停产会出现的一个问题 就是配件坏了 如果我们手头上 如果没有这个技术去修复 这只表 它就等于是判死刑 如果把它这个配件 坏掉的配件 就是把它修复起来 打磨起来 然后通过我们的仪器检测 到这个表正常运作 时间准确 这样子才会交给客户 修表更修心 张祥杰打破行业 传内不传外的规矩 将手艺传给弱势群体 2015年12月 她开办了残疾人 钟表修配专业技能培训班 培养了六位徒弟 如今学员们都已顺利结业 其中还有几位 留在张祥杰所在的公司工作 最近她正在招收 第二期培训班学员 她希望通过这样的方法 让残疾人拥有一技之长 更好的融入社会 把我的手艺传给弱势群体 残战人士 我既可以帮助她 自己可以养活自己 也能为这个社会做出贡献 7年的9月份 圆满地毕业了 张祥杰坚信 精湛的手艺和对行业的坚守 就是一块金字招牌 除了修表之外 她还尝试着研发鼓浪羽牌手表 并在2007年取得了成功 她设计的手表 也获得了外观专利设计 她希望通过鼓浪羽牌手表 融入厦门的历史文化 缝补时间的缝隙 我感觉这个行业 给我带来很多快乐 从失败当中 一次 两次 三次 甚至三百次的这样的 不断地去磨合 研究 动手去做 调好自己的心态 去坚持下去 本台记者报道 继续来看新闻 昨天 我是收到中央环保督察组 交办的第十批信访件 该批十六件信访件 均在第一时间交由主办单位办理 并严格要求必须在七日内 回复查处结果 昨天 我是同时公布了 第三批信访件的处理情况 位于湖滨南路与湖滨中路交叉口的 夏商大厦工地 由于紧挨居民区 施工对周边环境和居民生活影响较大 有关它的投诉也接连不断 根据居民投诉 中央环保督察组的督察 将这一环保问题 作为第三批信访件 交办我是相关单位 接到中央环保督察组的督察 交办意见后 执法局又在第一时间约谈了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的项目负责人 责成工地 严格采取施工保障措施 防尘降噪 据了解 仅四月份以来 执法局就接到了三起对这个工地的噪声和粉尘投诉 三起投诉均被立案查处 按照执法局的要求 夏商大厦工地 一方面严格限定了施工的作息时间 在这个基础上 还将早上的六点施工时间推迟到六点半 中午十二点提前到十一点半结束 另一方面加大降沉力度 实行施工的全时段喷雾降沉 同时采用了噪声小的切割设备 实方切割我们现在是采用噪音比较小的 它片比较薄 然后它其实它产生的噪音它就比较小一点 据了解 目前夏商大厦正处于基础和主体工程施工的交接期 释放量仅剩下不到三千方 计划在五月中旬全部完成 到时粉尘和噪声的问题将大为缓解 这段时间执法局已将它列为重点跟踪对象 将进行定点执法 就是在尽照时间前 我们专门抽派一组执法人员到现场 不管有没有投诉 先到现场进行勘察 督促 昨天我是收到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的第十批信坊件 至此 我是供收到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的十批信坊件 共计87件 根据市委市政府的要求 所有信坊件均以第一时间明确责任单位责任人以及整改实现 各相关责任单位均按照立查立改编读边改的要求 第一时间全面展开调查 信坊事项经查实后 相关责任单位均第一时间采取有效的查处措施 并立即将相关问题列入管控 确保渐渐有着落 事事有结果 整改不到位不放过 给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 我是将切实以中央环保督察为契机 举一反三标本监制 全面推进我是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提升 本台记者报道 随着天气逐渐变热 又到了蚊虫滋生的季节 为了给市民营造一个良好健康的生活环境 厦门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从三月开始就在我是开展了春季爱国卫生行动 首轮灭章灭鼠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这两天第二轮灭文工作也陆续展开 在海苍兰水郡 工作人员正在对小区进行物业消杀 记者了解到 今年我是一共有四轮消杀工作 每轮消杀持续二十天左右 五月初开始第二轮 在三月底结束的第一轮消杀工作中 主要针对蟑螂老鼠 而这一轮则主要针对蚊虫苍蝇 工作人员会对海苍的所有小区进行消杀 每次时长根据小区面积决定 每天大概作业十个小区 虽然是在小区作业 但工作人员对人员密集处 有晾晒衣物的地方都会格外小心 药物浓度也都在控制范围之内 有关人员告诉记者 自第一轮开展以来 取得了较好的防疫效果 让老板多一份健康 多少一份疾病 把一些害虫全部消灭掉 接下来 我是各区也将陆续展开消杀工作 并发动群众参与相关的卫生行动 为营造美好和谐的家园 出一份力 本台记者报道 海苍区昨日发布小学生初中方案 今年海苍的小生初仍然对口直升 及几所小学对应一所中学 小学毕业生直接升入对应中学 以学籍为升学依据 不允许跨片区报名升学 却有特殊原因需跨片区报名升学的 需经区教育局批准 今年首次对跨片区派位提出顺位原则 同等条件下 拆迁安置 防护两一致优先录取 如申请人数多余学位数 则通过电脑随机摇号方式 决定录取名单 海苍小生初报名时间为5月20号 昨天下午在大邓厦门守护神工作犬培训基地 十余只军警犬进行了精彩的实战化演练表演 这次演练也标志着厦门工作犬紧急救援犬队的成立 活动现场 20名志愿者分别演示了牵犬巡逻 服从训练和搜捕训练 这批志愿者也将成为厦门工作犬紧急救援犬队的中间力量 记者从事经信局获悉关于实施2017年工业企业增产用电奖励措施的通知 近日出炉 奖励标准为按本季度用电增量每千瓦时给予0.1元奖励 新投产工业企业用电增量按本季度实际用电量的40%折算 每千瓦时给予0.1元奖励 单家工业企业季度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150万元 申报的工业企业必须同时符合这些条件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当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2017年季度产值 指季度内各月数据相加同比增长5%以上 季度用电量在100万千瓦时以上 且比上年同季度有增长 感谢收看今天的下市新闻 更多内容请关注下门广电的微博微信和看下门手机客户端 再见 再见